我們到外面去跑步、腳踏車、各種挑戰 來看一下這兩隻手錶在上一代跟這一代有沒有什麼差別 今天是10月15號 也就是Apple Watch S7的發售日當天 那我們就來開箱 香的咧 但開箱之前想來先聊一下 我用了Apple Watch S6到現在大概接近一年的時間 使用的這一年當中呢 其實Apple Watch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非常生活智能 我用了蠻多蘋果的產品 不管是HomePod mini或是iPhone甚至Mac 就是有手錶的話 它是有一個蠻全家桶的概念 任何裝置不管是電腦、手機 都可以透過我的Apple Watch解鎖 相信大家已經看過非常多開箱影片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影片就快速開箱 會帶大家出門去實際使用一下 我使用的這個新的Apple Watch S7 跟上一代的S6體驗上有沒有什麼差異吧 我們這次買的S7呢 顏色呢我是選五夜色的機身 那我的錶帶呢是使用星光色的錶帶 我們就來開箱吧 五夜色 星光色的錶帶 這個是新的S7 這個是S6 麥克風孔有兩個S7變成一個 然後一樣都是黑色系列 但S6就比較灰一點 但S7就顯得比較深色一點 OK 我們已經把錶帶裝上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給他一些暴力實測 我們到外面去跑步、腳踏車 各種挑戰來看一下這兩隻手錶 在上一代跟這代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就到戶外去 OK 首先我們來到戶外 第一項要來測試的呢 就是公路車 在兩隻S6、S7跟Garmin 945的測驗上面 到底數據上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OK 我們把體能訓練調到室外自行車模式 準備 3、2、1 Garmin 調到 Bike 模式 點進去 好 GPS 完成 GO 出發 GO GO 現在兩邊其實都可以看到 目前的時速還有時間、距離、心跳 但是如果要再看一些更專業的啊 Apple Watch上面就沒有特別支援 但Garmin它有支援可以連結其他的第三方軟體 像是功率踏板 那它就可以支援說 我現在騎的瓦數是160幾瓦 那你這樣就可以得到比較精準的速度 但蠻可惜的 Apple Watch就沒有支援這樣的功能 那我們繼續騎乘 其實這樣騎過來4.08、4.10、4.12 其實整體的公里數啊 我覺得算蠻精準的 差別就在於剛才我講的 就是目前Apple Watch是沒有支援 像是功率計或是其他外接裝置的軟體 那如果像Garmin手錶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外接 不管是心跳帶或是功率踏板、功率計 都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在手錶的資訊當中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騎回程 來看一下到底它的GPS準確度如何吧 GO 我們剛騎乘的資料 三筆數據都是大概8.18公里 8.21公里 8.09公里 那所平均的速度都差不多是19點多公里 那我們等一下回到家裡之後 再來看一下實際的GPS數據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接下來第二項 我們準備出發去跑步 Let's go S6跟945同時跳1公里 S7也跳了 我們第一公里跑了5分40 不錯不錯 這次的測驗只有3公里 所以我們在500公里就折返 來看一下這個3公里的過程 它的GPS精準度如何 爬橋 這個橋 柱子 2公里 第二K5分15 S7還是稍微落後了一點 目前S7落後了20公尺 5分18 差一點點 但是平均配速是差不多的 只是比較晚較而已 所以他們每公里的這個精準點 我覺得還是算差不多的GPS 最後一K 好現在距離台北買剩下8週左右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還沒開始準備了 記得一定要開始了 那還不知道怎麼練習 可以參考我們上一支影片 在前面6週可以大概都以打底的游泳耐力為主 對於你的台北買會比較有幫助喔 最後幾週再開始調整成 接近比賽的狀態 這樣對於你的訓練會比較有效果 OK 抵達終點 3K S7還沒有到 再跑一下 S7不是最新的 怎麼會落後人家 好都到了 第三公里 S7是4分59 然後S6是4分58 945是5分整 好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OK我們剛剛跑完了3公里 然後S6是5分15 S75分19 然後945也是5分15 S6不平是165 S7是164 然後945也是165 所以頻率來講 他們的偵測算是都非常準確 所以其實三個錶款在一些數據上 我覺得沒有差距太多 那實際的話我們回家看一下GPS 最後一項 後面的越野場 我們來去Mountain Bike一下 出發 我們接下來會在這個 周美橋下的這個戶外 越野場 然後做一個MTB的實測 大概來測一下在這個 Mountain Bike這個過程當中 騎乘起來 在手錶的紀錄當中 跟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OK我們點開 這個 這隻是S6 這隻是S7 但目前裡面呢 是沒有這個越野自行車的 所以我們就選到這個 室外騎乘 室外騎乘 OK 那我們就點進去 那在剛剛的手錶的部分呢 它有這個MTB的選項 我們就點進去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已經騎乘完畢第一趟的 越野公路車Mountain Bike 然後S7的距離是1.96 S6是1.90 然後Garmin是2.25 我們都是一起定位一起開始 所以距離上可能有點落差 我們回去用電腦看一下數據 再來討論一下 OK我們回到家裡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三個運動項目當中 使用三個手錶 我們就從第一個 也就是眾所矚目的 Apple Watch S7 開始看齊吧 OK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第一個項目 也就是騎公路車 那在騎公路車的過程呢 我覺得差異沒有到非常大 我們先看到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8.21公里 是使用Apple Watch S7 所騎乘出來的數據 那距離是8.21 那時間可能有開始 比較早比較晚 我們就不這麼care在時間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平均心率是139下 所以 如果是8.21跟平均心率139下 我們來比較一下 在上一代的Apple Watch S6當中 數據有沒有什麼差別 S6的數據當中呢 我們剛剛騎乘的距離 是8.09公里 就少了 大約是12公尺左右 那平均心率138下 跟平均心率139下 其實在S6跟S7當中 心率上是沒有太大差異的 但是距離上大概差了十幾公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方 也就是Garmin 在945的手錶當中 它的距離是如何 OK 我們可以看到Garmin的945 在剛剛的測試當中 我們的總距離是8.18公里 所以里程上來講 945跟S7是比較接近的 那S6距離上可能有一點點偏差 或許是剛剛的GPS定位比較慢 或是怎麼樣我也不太確定 但至少第一項公路車的距離 精準度來講 我覺得是S7跟Garmin 945 是沒有差太多的 但我就要來吐槽一下 Apple Watch現在到現在 還不能有的功能 有沒有看到Garmin的這個頁面 除了剛剛有的 不管是公里數阿 時數阿 平均心率 卡路里 甚至是總里程 這些數據比較基本的以外 Garmin支援都非常多 比較專業的數據 因為我們剛剛有連動算是功率踏板 就是比較第三方支援這些裝備 那在這個可以連動的情況下 數據就可以變得非常多元 但Apple Watch還沒有支援 可以提供 就是你可以連結 其他的這些功率計阿 或是其他專業器材 所以這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所以像Garmin的數據 看起來就非常的豐富 不管有 像剛剛的瓦數平均的功率阿 還有你的左右腳的平衡阿 甚至你在整趟騎乘當中 你的整體的做工 花了多少的這個瓦數 都有非常清楚的紀錄在 Garmin的這個數據當中 所以我覺得在 訓練的數據上 Garmin的資源有第三方的這些 不管是功率計也好 心跳帶也好 這些資源都可以讓你的訓練內容 可以更加豐富 所以第一趟腳踏車的數據 我們看起來 功率數差不多 心率也差不多 那比較差別的話 就是Garmin支援的更多可能 那Apple Watch比較可惜 就只有最基本的這些 不管是里程、時間、心跳、平均配速 就這樣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項 跑步 那在跑步S7的測試當中 它的里程我們都是一樣跑三公里 那S7比較尷尬一點 它不是最新的嗎 定位時間看起來是 相較於其他兩支 好像比較慢一點 因為我們的第一公里 跳出來的時間 是945跟S6 是同時間跳出來說 第一公里到了喔 結果這個時候 在跳出來的瞬間 竟然S7還有大約兩公尺左右的差距 才會抵達就是第一公里 所以看起來這個距離上 有一點點落差 或許是在S7剛的定位可能有點影響 但你是最新的 你怎麼可以落後其他人 OK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S7的距離是三公里 那主要因為那些開始時間 大卡可能不一樣 我們就略過 那接下來比較看重要的是 平均步頻 還有心率的部分 在移動的運動當中 它會不會準確度有所影響 那我們三公里的過程當中 S7所記錄到的平均步頻是 164下 164 那平均心率是165 所以算起來 我覺得還算中規中矩 我們看下一個 那在S6的紀錄當中 距離一樣是三公里 那平均步頻來講 一樣是165下 跟剛剛的S7只差了一下 164是S7 165是S6 所以步頻來講差不多 那心率呢 165下 對到166下 所以其實在心率上也是只有一下落差 所以 以這個精準度來講 S6跟S7幾乎是一樣 那S7 你到底升級了什麼 我用S6就好啦 好 接下來我們看Garmy 在Garmy的數據當中 剛剛的平均步頻呢 也是166下 那平均心率也是167下 所以在三筆數據當中 剛好就是步頻跟心率都會差一下 S7是最低的 945是最高的 就是 64 65 656667 所以我覺得在數據上 在步頻啊 還有心跳的這個動態的偵測當中 其實都算是蠻精準的 這個誤差值算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以這樣看起來 S7好像真的是 沒有 絕對買的必要 都已經出到現在了 竟然 還跟前面幾款的手錶數據支援一樣 那你 其實沒有太落差嘛 希望可以有更多 更新的地方出現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Apple的廣告當中 其實S7不斷的推薦 就是它在不管是動態運動 甚至它去騎乘 Mountain Bike 還有一些比較激烈的運動情況下 強調的是它的運動特性 但是看起來跟S6目前是沒有太大差別的 我們來看最後一項 也就是越野腳踏車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越野車 Mountain Bike 但因為Mountain Bike 在Apple Watch上面 是沒有特別有這個越野公路車 或是越野自行車的這個選項 所以目前看起來 我們只能用戶外自行車來使用 就是它這個Range太廣 戶外自行車超多種可以選 沒關係我們就用這個選項 來進行我們的偵測 那剛剛看到的這個數據 看起來是1.96公里 那在S6當中是1.90公里 那在Garmin當中 總里程來到了2.25 所以在這個里程數上 Apple Watch好像有一些地方看起來 我看了GPS的圖 好像有一些地方看起來 它沒有偵測到里程數 所以有一點怪 那最後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他們的GPS軌跡 因為在Apple Watch上 自行車就是只有騎乘 所以有可能圖之上 沒有資源這麼豐富 所以看起來 大家看到這個GPS表 中間斷斷續續的有一些地方 所以我在猜啦 是因為這些斷斷續續的地方 沒有記錄到里程 所以總里程都會相比 Garmin的手錶稍微少了一些 像是S6跟S7 都可以看到它中間有一些地方 是有一些尖段的 但可以看到在 Garmin的數據當中 其實它就非常精準 就是我幾乎有繞的地方 它都有給予我蠻精準的紀錄 因為它有Mountain Bike這個選項 所以它在後續的這個資源 其實就多了一些數據可以觀察 像剛剛都只有里程阿 時間阿 還有心跳 所以在Mountain Bike的資源當中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Flow 點進來它就可以跟你說 這邊是你的流暢度 就是你在整個過彎流暢度阿 有平順 中度 甚至崎嶇 可能就會因為路面跟你的表現不一樣 它會有一些簡單的偵測 加在Apple Watch上 很抱歉 都沒有 它就只有開始結束 總里程 心率 就這樣 最後我們就來總結一下 就是在 手面的人可能適合挑選哪一款的手錶 那以我看起來啦 在S6跟S7我使用了這幾天的情況下 我目前覺得比較明顯有感的地方 真的就只有螢幕變大 但其他地方 我真的覺得S6沒有太差耶 而且S7 這樣看起來你應該不能叫S7 應該是叫6S吧 因為你只是把螢幕變大了 其他地方竟然沒什麼太大的更新 而且 甚至在你的官網一直標榜著你這款手錶 有很多運動畫面可以更耐撞 更高衝擊 甚至防水等級更高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想要看更多運動數據 你都沒有資源 OK 那我們講回來 如果你是一個禮拜可能 至少有1到2次運動習慣的 這樣的運動愛好者 那我覺得GAMING可能還是 比較適合一點 在你平常訓練當中使用做選擇 因為在GAMING的資源上 數據比較豐富的情況下 你可以針對你每次訓練後 依照數據的這個增減 來評估一下你這次的訓練 效果怎麼樣 你也可以跟你自己以前 在同一個路段當中 用兩次的數據來比較 你到底在訓練上有沒有成效 有沒有進步 都可以透過數據來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Apple資源真的是比較陽春一點 所以蠻期待Apple在接下來 後續可能會更新它的運動軟體 那或許在它的資源更豐富之後 或許它會更適合成為 真的比較適合運動的版本 那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或許在GAMING的表款上 還是比較適合愛運動的大家 那我覺得Apple講到現在 也沒有不好啦 Apple Watch對我生活中 還是滿有重大的影響 因為像平常 前陣子要戴口罩 到現在都還是要戴口罩的情況下 有Apple Watch的解鎖 我覺得就非常方便 甚至我也偶爾會在 Apple Watch當中 做一個簡訊的回覆 如果有人傳訊息給我 我也可以透過Apple Watch 來用語音的識別 然後馬上回訊息給人家 這時候不用拿出手機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自己比較常用的 就是Apple Watch當中 可以用Apple Pay 那你也不用拿出手機 點兩下就可以達到 這個支付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Apple Watch在生活智能當中 還是非常強大的 如果你是蘋果生態系的用戶 我覺得在整體來說 它的方便性還是很夠 因為你只要播放手機的音樂 甚至是電腦的音樂 你在手錶當中 都可以操控大小聲 下一首上一首 這是GAMING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在兩款手錶上 各有好處啦 那就是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生活智能多一點 那或許Apple Watch比較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真的運動愛好者 我覺得GAMING或許會是你的第一個選擇喔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想看更多關於Apple Watch 7 還有什麼樣的實測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許在未來可以分享給大家喔 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